鹅这种家庭是非常奇怪的 身板不大 胆子不小 究竟是谁给它的勇气呢 那么你在路上有没有莫名其妙的被鹅攻击过呢 为何它不怕人呢 它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 一说起鹅 你的第一印象是啥 是吃铁锅炖大鹅 还是它攻击人的凶狠之处呢 在农村我们经常会看到 使多家户里都会养鹅 一身雪白的羽毛 红色的脚掌 扁平的大嘴巴 脖子很长 身体肥嘟嘟的 走起路来 一摇一摇的 看着特别可爱 如果你没见过它咬人的情形 一定会觉得这么可爱的动物 肯定不会咬人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别看它看似可爱 然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都是比较害怕它的 看到它就会躲得远远的 甚至胆小的孩子还会被吓哭 因为它并不像其他的家庭那样害怕人 鹅看到人是会主动攻击的 无论你有没有招惹它 只要它近你的身 都会用它那又扁又大的嘴巴去咬你 鹅是人类驯服的第一种家庭 是压科类动物的一种 生长速度很快 孵化周期一个月 而寿命却比其他家庭长 为何鹅给人的感觉 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呢 是本性如此吗 有句话说得好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眼睛里看到的是什么 反射给你大脑的就是什么 鹅之所以不害怕人 就是得益于它的那一双大眼睛 它的眼睛的构造和其他的家庭不大一样 就像是一个凸透镜 只要是它看到的人或者物品都是比它小的 就算是一个成年人站到它的面前 它也会认为这个成年人还没有它大 因此常常被人们称为目中无人的一种家庭 也正是它拥有这样的眼睛 才让它丝毫不害怕人类 甚至还会主动攻击人 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 自信感爆棚 再有就是鹅的警惕性和领地意识太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只要进入到它们的领地范围 它们就会伸长脖子 大声地叫唤 继而开始攻击目标 它们发飙的状态是可以唬住很多人的 并且鹅这种家庭还是越战越勇的存在 看到敌人落荒而逃的时候 并不是选择稀释宁人 而是穷追猛打 一边扇动着自己的翅膀 一边张大自己的嘴巴咬人 稍微跑得慢一点的 就会被大鹅给拧上一口 为何要用拧这个词呢 因为鹅是没有牙齿的 用拧比较踢切 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之后 鹅才会满意地移开 不过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狂必有祸 天狂必有雨 这句话用到大鹅身上也是非常踢切的 诚然许多人或者家庭都是比较害怕大鹅的 因为被它拧上一口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种痛感是无法形容的 然而它咬人的时候 人只能躲开或者用脚踢它 并不能对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但是动物就不同了 如果鹅去攻击它们 它们同样会用嘴回击的 比如网上有些视频里看到的 鹅和大狼狗的对决 刚开始大狼狗是不屑与它斗争的 但是鹅不甘心啊 一直去大狼狗面前跃跃欲试 结果可想而知被辣狼狗一嘴毙命 不得不说鹅是真的没有眼力剑啊 如果被鹅攻击了 应该如何躲避风险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鹅为何要攻击你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前面我们也说了 鹅的领地意识强 如果你不小心进入到它们的领地 它肯定会觉得你对它产生了威胁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立马退出它的地盘 它也就不会再去攻击你了 当然许多人会说你骗人 为何我都离开它的地盘了 它还追着我不放呢 那么这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了 鹅是非常好面子的 尤其是公鹅 为了在自己的配偶面前 表现出勇猛的一面 就会追着你跑 直到咬到你或者你逃离为止 网上曾经发布过这样的一则视频 女主人被一只公鹅攻击 视频里一只大鹅虎视眈眈的看着女主人 而女主人看到这样的情况 慌慌张张的就跑到了旁边的屋子 按照女主人的说法 这只鹅从来没有攻击人的行为 只有一次它当着公鹅的面 拿走了母鹅下面的蛋 当时它就被公鹅也咬了 这还不算完 这只公鹅从那次之后便一直记恨在心 只要是女主人从它面前经过 它都会做出攻击的姿势 然后开始咬人 而其他路过的人 它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种行为属实让女主人比较心寒 不得不说 无论是哪个种类 雄性这种动物的特点都没有被埋没 连主人都咬的鹅 为何人们还愿意养它呢 在农村里有这样一句老话 端午到五都出 而蛇就是五都之一 在农村的夏天 很容易看到蛇 就算是没有毒 但是那种软体动物 还是许多人害怕的对象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老人说 可以养一些鹅 来防止蛇进家 蛇害怕鹅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有人说 蛇主要是害怕鹅排出来的粪便 只要从上面爬过去 身上的蛇皮就会烂掉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苏东坡的仇齿笔记里才有 鹅能紧盗 异能雀蛇 齐粪杀蛇 鼠人圆齿养鹅 蛇籍远去 蛇之所以最怕鹅类 是因为鹅的粪便里有一种刺激性的味道 而蛇的嗅觉又十分灵敏 一旦闻到这种味道 就会害怕 并不会像上面说的那么夸张 爬过鹅的粪便 就会烂掉蛇皮的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只能证明 蛇确实害怕鹅的粪便 另一种说法是鹅的粪便里含有熊黄 但研究人员发现 鹅粪便里的刺激性味道 并不是熊黄 而是硫化身 最重要的一点是 鹅的粪便里含有许多的微生物 其中有一种是蛇最为害怕的 那就是引包子虫 也就是说感染这种引包子虫 会引起腹泻等症状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 都有可能感染这种病菌 而对于蛇这种爬行动物来说 引包子虫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存在 感染之后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因此蛇只要一闻到这种气味 自然而然的就会远离了 有些学者们提出了另一种最为接近的说法 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鹅的领地意识强 蛇本来就胆小 但如果真的被鹅逼到绝路 想走也走不掉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认怂 毕竟你强他就弱 你弱他越强 你越跑他越追 再者说了 鹅就算厉害 他也只是一只家禽而已 更不要说 他只是看着厉害而已 战斗力有限 根本就不存在人干不过他的事情 只要你胆量够大 站到那儿 以静制动就可以 他的体积证明 他只能朝你的腿或者脚踝攻击 速度也并不快 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瞅准时机 等鹅跑到你面前的时候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他就只能乖乖听你的话了 想要放回去 还是起锅烧油 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要知道 鹅这种食草动物浑身都是薄 它们的羽毛做出来的衣服是非常保暖的 鹅肝更是能够做出非常高级的食物 而鹅肉里含有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同时还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 矿物质 最重要的是 脂肪含量很低 也就是说 鹅肉营养丰富 脂肪含量低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鹅肉在健康食品的排行榜中 位居榜首 特别适合身体虚弱 气血不足的人食用 有益气补虚的功效 还可以治疗和预防咳嗽这些病症 尤其对治疗感冒和急慢性气管炎 慢性肾炎 老年浮肿有非常大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经过现代理疗的研究发现 鹅血中含有浓度较高的免疫球蛋白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身高白血球 对碍氏腹水癌的抑制率能够达到40%以上 鹅血中还含有一种抗癌因子 对于那些患有疾病的人 他们的免疫功能都有所下降 而鹅血中含有的抗癌因子 和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物质 是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 强化免疫系统的作用的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鹅嚣张有嚣张的资本呢